大家好,欢迎收看一秒说电影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专职老司机飙车 把自己飙进牢里的电影 寄到车神 男主帅宝是个专门负责精英劫飞跑路的司机 他只要一听到音乐 就会秒变车技高超的大神 各种花式飘移 瞬间躲闪 寄宿超车 通通不是问题 还能把警车直升机甩出天际 最后犯罪团伙再来个换车大转移 混小试听 几百万美金就能轻松到手 也不用担心警方追踪到自己头上 可惜帅宝只能得到一小大钞票 剩余的钱全给黑老大抵债了 当年帅宝的父母在车祸中遇奈 唯有他命大的已幸存 只是留下了耳鸣后一针 必须靠音乐才能分散注意力 后来他偷车被黑老大逮住 黑老大看中了帅宝的飙车天赋 于是放他一马 条件是成为黑老大犯罪团伙的专职司机 顺便还债 帅宝从此被迫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但他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 平时最大的乐趣除了听音乐 就是把每天搜集的录音做成rap磁带 跟恶人完全不沾边 如果不是为了保护咬巴养父 帅宝绝不会跟黑老大同流合污 不过黑老大答应干完最后一票 就让他筋盆洗手 碰巧他最近在长光顾的咖啡馆 解释了跟自己有相同爱好的服务员小白 帅宝第一次产生怦然心动的感觉 因此特别渴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然而到了关乎自由的节骨眼上 有个劫匪老黑在作案部署会期间 看不惯帅宝带耳机听歌且心不在焉的样子 于是对帅宝各种挤兑白脸色 行动前还一个劲埋怨面具太丑 浪费了宝贵时间 差点打乱帅宝的节奏 他们抢完钱后 帅宝开启惊险刺激的飙车逃脱环节 暴躁的老黑还想干掉一位 健毅勇为的热心市民 帅宝动了侧影之心 故意调转方向盘躲过追击 一路逃到公路上 阻止了老黑的射杀举动 然而老黑还不消停 半路上又抢来一辆私家车 帅宝之后把车上的婴儿还给女车主 然后在这几人驶向预定车库 换车脱身 总算完成了最后一票任务 帮黑老大处理掉作案车辆后 帅宝终于重获自由 他跟小白谈起了恋爱 心情好的不得了 同时帅宝在养父建议下 找了份外卖员工作 送他速度比火箭还快 深得客户好评 他把赚来的一部分辛苦钱 孝敬养父 剩下的请小白去高档餐厅吃饭 不料黑老大不请自来 这货最近盯上了一笔大项目 他威胁帅宝一同加入抢邮局行动 否则后果自负 为了欣赏人的安慰 帅宝不得不妥协 没多久 帅宝在黑老大安排下 跟老黑和一对杀手情侣 前去指定地点拿去作案武器 结果老黑发现 军火箱上的特警字样 一冲动就连和杀手情侣 把军火贩子全都送上西天 显然老黑坐牢坐怕了 这辈子都不想跟警察吹上关系 随后几人逃回基地 黑老大本想取消行动 但老黑等人掉前眼里了 只要进行到底 等夜深人进食 不想躺魂水的帅宝准备悄悄开溜 可惜逃跑计划失败 那些rap次贷也被黑老大没收 无奈之下 帅宝只能选择顺从 第二天就帅老黑等人去抢邮局 期间帅宝好心提醒路人不要进邮局 结果反而找来了警察 老黑丧心病狂的本性保禄无疑 直接闹出了人命 帅宝再也无法忍受暴虐的老黑 于是制造一起撞车事故 解决掉老黑 众多警察迅速赶到现场 帅宝在杀手情侣的掩护下一路逃到商场 各种风骚的走位 把警察们溜得满地袍 眼看快要冲出城围 又不凑巧地撞上杀手情侣 女杀手情绪激动 一边责怪帅宝 一边疯狂扫射警方 结果被警察当场击毙 帅宝趁机逃跑 途中抢了一个老夫人的车 还不忘把钱包还给人家 暂时脱身的帅宝 先将养父送到安全地带安顿好 然后打算找小白一起远走高飞 可男杀手一心要为女友报仇 并将所有错误推给帅宝 帅宝费尽周折 才带小白成功逃离 但他却返回向黑老大所要 存有妈妈声音的磁带 黑老大也被帅宝和小白的爱情打斗 就让竭尽全力掩护两人逃离 对上门找茬的三个军火商毫不留情 可终归奈何不了男杀手的飞车突袭 没了黑老大的保护 帅宝拼命跟丧心病狂的男杀手证明应高 尽管对方十分耐打 帅宝还是在小白的帮助下成功反杀 让男杀手掉下高台 葬身活害 两个人在逃亡途中被警察围堵 帅宝主动投降认罪 不想小白受到牵连 因为有许多目击证人替他说好话 帅宝被减轻了刑罚 加上与众表现良好 所以他提前刑满释放 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跟小白过上了朝天的幸福生活 这是一部音乐犯罪电影 片中配乐动感十足 飘车跟着音乐的节奏 化腐朽为神奇 男女主的颜值也不低 还是挺少心悦目的 好啦 喜欢一秒说电影的小伙伴们 欢迎关注评论哟 比心心